自2019年6月爆发的香港修理风波已持续一年 激进示威者在全港各区肆意破坏 堵塞交通 打杂纵火 对香港的社会秩序和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 自2019年6月至12月 全港共有740组交通灯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约52,800米栏杆 与21,800平方米的行人陆路砖被拆毁 借便丢射的垃圾桶 被拆卸的栏杆 满目创意的交通灯 时隔一年仍随处可见 在湾仔的街头 记者发现大量曾被暴徒破坏的垃圾桶 堆系在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的回收站内 而借便只剩下塑料袋 放置在垃圾桶曾经的位置作为替代 旁边堆满了溢出的垃圾 据清洁工人反映 原先整洁的街道如今变得难以清理 垃圾桶的破坏也大大增加了 他们清扫的难度和次数 这些被破坏了的基础设施 给清洁工群体带来极大的不便 而规范车辆行人的栏杆被拆卸后 横穿马路的行为在香港的街头越来越多 大大增加了交通隐患 在香港职业律师李建豪看来 这些激进的香港年轻人的行为 破坏的不仅仅只是香港的基础设施 更破坏了香港人心中引以为傲的 法治精神的根基 对香港市民多年来培养的守法精神 带来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他们不害怕接受法制裁 他们本身源自他们那种揽炒心态 这件事就不是一个审判 一个判决就可以彌补到 对社会的一个伤疤 我希望在法治的层面上 政府在教育方面一定要加大力度 透过一两个层面可以去提高 我们香港青年人的一个守法意识 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守法的话 你不可以期望到 这个社会是可以和谐安定 和香港继续可以繁荣发展